大陆维权人士王力宏 星期四二审宣判当晚 第九届香港社会运动电影节 及香港晋汇大学电影学院联合举办 王力宏事件纪录片放映会 制作人艾晓明还和观众通过网络互动 以实际行动声援王力宏 让阳光洒到地上 记录了王力宏案件8月12日一审时 网友和朋友们声援王力宏的行动 选择在王力宏二审宣判当天在香港放映 也是制作人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 对王力宏的一种声援 对于王力宏案件二审维持原判 他透过视频表达心声 我认为今天的这个判决是很卑鄙无耻的 但是我觉得呢 我们有一个视频记录 那么可以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让王力宏的影像继续传播 让人们可以听见王力宏不允许发出的声音 一位深圳网友响应号召 特意从深圳来香港观看 形容非常感动 我觉得看着特别感动 觉得王力宏大爷真是了不起 真是了不起 中国人吧就是老是 就是没有人就是有点 就是不愿意站出来啊 就是来为一些 为整个公民的一个生存空间来说话 那么他来站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难得 艾晓明还和观众互动 探讨王力宏案件引起的反思 王力宏被囚禁了 但会议释放他的声音不会停止 主办单位表示 他们会将这次放映会后的观众分享放到网络上 已是对这位草根围权人士的声援 新唐记者梁真 在香港报道 有一天总会这样 有一天总会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